第一部分,开天平地,在遥远的上古时代,一艘庞大的宇宙飞船进入了太阳系,在宇宙中寻找了数百年之后,他们终于发现了地球,飞船中是一批外星科研人员,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有生命的行星,并且进行文明发展进程的相关研究。 此时的地球,为数不多的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,智力低下,瘦弱,随时有可能死于野兽,自然灾害和疾病。 地球上每天阴雨年年,雾气蒙蒙,像是混沌外开的状态,天和地之间,似乎还没有明确的界限。 就在这时,外星人的飞船降临了,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,巨大的飞船启动了气候调解功能,很快让地球摆脱了糟糕的天气,平空万里,升级勃勃。 对于地球人住民来说,巨大的外星飞船就像开天辟地一样,一下子制造了一个新的世界。 外星科研人员们走出飞船,面对围观的地球原始人,用母星的语言说了一句,你们好,当然,原始人不懂什么意思,但他们记住了字音,弹骨。 第二部分,女娃道人,外星研究人员的对象是一位女性,她善良,热情又充满了创造力,来到地球之后,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,女娃。 在飞船内,一场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中,一题很简单,要不要继续留在地球? 外星人发现,地球原始人类的智力水平,完全可以发展出辉煌的文明,但是,致命的身体缺陷,极有可能导致文明还没有发展,种群就已经灭绝了。 怎么办?一部分对原体一离开,寻找新的星球。 但是,女娃不同意,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,对原始人类进行改造,原本脆弱都无法适应环境的身体,如果经过基因改造,就可以更强大,更健康,更聪明。 当时就有队员提出了反对,因为这是干涉自然发展,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 但是,女娃深信乐观,她对人类寄予厚望,最关键的是,队员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寻找,如果离开地球,下一个有生命的星球,不知道在哪里。 经过表决,女娃的提议得到了通过,一项大胆的人类改造计划开始了。 经过漫长的交流,劝说以及实验,原始人同意了这个计划。 毕竟,更健康更强大是他们所需要的。 源源不断的新的人类从女娃的实验室走了出来,他们彻底摆脱了对自然的恐惧,开始创建伟大的文明。 第三部分,皇帝吃油。 在女娃的帮助下,人类开始繁衍生系,从小部落慢慢的融合为大部落,从蛮黄逐渐走向文明。 但是,有这么一天,另一艘飞船悄然,来到了地球轨道上,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星球的另外一批科研人员。 他们的目的,是参与研究,准确的说,是主导女娃的研究。 只不过,他们的研究主题,是战争日文明,两批研究人员成枪舍战,谁也不愿意让步。 最终,经过了多次交流,一个妥协的方案出炉了,在地球上,制造一场战争。 战争的双方,就是皇帝一族,和持有一族,根据外星人的协议,新来的研究人员支持持有一方。 女娃这边支持皇帝一方,双方各派出一些辅助力量参与战争,那一方战败,就要无条件退出,离开地球,去别的星球进行研究。 女娃一方,派出了强大的应龙帮助皇帝,第二批外星科研人员,派出了巨人国夸富族,帮助却游,于是,一场大战打响了。 战场上,应龙似乎更适应地球的环境,一直占巨上风,夸富族虽然是巨人,但是在战场是杀红了眼,有点失去控制。 其中一个夸富族人,发现了一艘观察战场的飞船,这艘原型飞船惊慌闪闪,就像太阳一样,夸富以为飞船也是敌人,于是开始追逐,想要击落它。 两班科研人员一看,夸富已经失去了理智,必须消灭,于是,飞船发射了致命的武器,使夸富脱水而死了。 最后,由女娃支持的皇帝一方获得了胜利,第二组外星研究人员,只好离开了。 第四部分,女娃补天,经过皇帝是有一场大战,第二批外星科研人员必须离开,但是他们心有不甘。 于是,找到了一个叫公公的地球人,给了她一种超级药物,让她带人继续发动战争。 公公这次的战争,就是冲着女娃来的,她迅速杀到了不周山,也就是巨大的气候调节器的所在地,疯狂地破坏了她。 气候调节起一块,地球一下子又一天灾不断,狂风暴雨,电闪雷鸣。 女娃知道,目前地球的气候条件还不稳定,所以赶紧寻找坠落的零件。 上天修理,背景星计终于修好了。 第五部分,后一射日,看到公公失败了,潜藏在月球的第二批研究人员不服气,于是派出了十艘攻击型飞船,准备彻底破坏地球文明。 女娃知道了这件事,思前想后,觉得如果自己直接参与,将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当中,目前能做的,就是帮助地球打赢这场战争,然后和月球的科研人员谈判。 于是,一件秘密武器,送到了一个地球人手中,她的名字叫后裔,后裔非常崇敬女娃,也愿意用生命保护地球文明。 但她最大的愿望,就是能成为外星科研队伍中的一员,开阔自己的眼界,女娃答应了她,阻止战争,之后就让她加入进来。 于是,后裔使用秘密武器,成功地打下了九艘外星飞船,最后一艘逃走了。 女娃明白了一个道理,如果在近距离研究地球文明,将会永无明日。 于是,她和身在月球的第二批研究人员,进行了最后的谈判。 谈判结果,双方都永久离开地球,在月球建立观察基地,双方共同监管,随时可以观察地球文明进展。 当然,后裔可以作为地球人的代表,进驻月球研究站工作,但是,后裔的妻子,嫦娥,一时好奇触发了微星飞行器,到达了月球。 既然这样,那就将错就错,嫦娥成为了月球研究基地的人类代表。 从此以后,外星人不再主动接触人类,只是偶尔派出小型飞船,进行秘密观察研究。 好,脑洞大开的故事讲完了,有点扯,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小小的娱乐放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